在带您看到两位就读国立东亚大学的原住民族艺术家温孟轩以及杨毅 因为接触到花莲泰鲁阁族艺术家林介文的制作之后 各自转身投入制品艺术创作 目的都想为原住民文化传承尽心力 日前在导人艺术空间带来结双各展 那么从即日起展出到6月12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来自排文族艺术家杨毅和赛德克族艺术家温孟轩 即日起在导人艺术空间共同展出编织作品 结双各展 同样就读东华大学不同科系和级别 却同样在编织过程想传达原民文化的精神和意涵 我的展间就是有很多有隐喻很隐晦的去讲碎掉的东西 然后或是不待见的结 然后我们那个结其实是叫 主语是叫剥墨 就是我不会很建议把这些像疙瘩的东西露出来 对然后就跟那个睡掉的石头一样 它本来好像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它睡了那就好了 然后就是也很像我们在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之前要先见血一样 然后见血通常就是代表受伤 可是你看到有血流出来那就是好事 对就是就是我的结的意向在这边 就是那应该算在我们现代来说那算是一个过去的仪式 然后到现在好像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对就是这是我的我的祖宅在结的展 就是成熟的房子这样 杨毅提到透过织布与不同的人产生连结 所产生的结不可能剪断或逃避 最终还是需要解开 温孟宣则说织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从传统身为女人意涵 进一步反思如何透过织布成为自己 就是透过一个织纹然后再透过织布阵营这件事情 然后我透过把织布阵营给别人 然后我跟他就是产生了连结 然后这个织布可能又让他跟别人产生了连结 然后就是因为织布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连接在一起 就是当我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就是我被织布保护着 然后我跟彼此之间产生了一些连结性 然后这个连结可能当中不一定我们 随时都是很紧密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很疏离或什么 但是那个灵解性都是好像有保留在 温孟宣从古调学族语 从织布学文化 借制作离清部落经历的历史伤痕 洋溢找回传统编织记忆 也与老人家开启对话 即期展出至6月12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给予支持 记者讲汪彦华女士报导